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良心时代网站 病毒不断的变异 国内面对BA.4跟BA.5的疫情持续上升 确诊个案也明显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BA.5的传播力更强 重复感染的几率也更高哦 如何做好防范,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让我们透过影片一起来学习 免疫力大作战 话说有一天,小美去菜市场买菜 跟老板多聊了两句最近的生活 老板在她面前喝了一下 她不以为意,想说回家赶快洗手消毒就好 回家后,刚好电话响 赶快接电话,却忘了先洗手 五天后 这两天,人有点不太舒服 好像有点鼻塞,喉咙也有点痒 我该不会中了吧 哼,大家最近都戴口罩、勤洗手 害我都没有什么机会跑到人的身上 这次被我逮到机会了吧 啊,哼哼哼,我要去攻击肺部村民啦 欸,最近,肺村民怎么变傻了 我有看到怪怪的人鬼鬼碎碎的 你是谁 我,哼,我说了你就要被灭口啦 接著就來殺死非村民吧 是病毒 救命啊 救命啊 非村民 我馬上去找救兵 你是 我就是COVID-19 準備受死吧 報告將軍 肺部村長被攻擊了 受重傷 請趕快支援 我是將軍T細胞 全員氣候 胖皮皮細胞 我獻你三天內 趕快產生新的武器 準備翻擊 皮細胞 聽我命令 全部集合 請打 用 用 願意參加各種部隊的 請幫我打 加伊 加伊 這群免疫細胞們 都沒有合作 只是衝出去 亂打一通 反而造成 過度的免疫反應 這幾天 小美更不舒服了 她卻淹了PCR 確定是陽性確診 啊 我怎麼會真的確診啊 發燒好難過 咳咳咳咳 吃東西也沒有味道了 熊門好不舒服 真的是皺了耶 我有夠衰啦 糟糕 小妹心情不好 我們整體戰力降低 大家 大家都亂打一通啊 我們抗體皮細胞也發揮不了功效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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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小美 震作起來 不要難過 我們一起 來幫小美 起起 啊 啊 啊 最近越來越不舒服 我要快快調整自己的心情 不能再低落下去了 在小美調整自己後 本來混亂的細胞作戰 又變成了如何呢 太好了 大家一起團結一致 攻擊病毒 我這裡也很順利 大家努力工作 產生了許多新抗體 用這些新武器 來對抗新冠病毒 下次遇到我也不怕喔 啊 本來我有打贏啦 可惜啊 怎麼變得這麼厲害 喔 我只能跟小美分手了 拜拜 就在身心平衡下 免疫系統也戰勝了新冠病毒 幾天後 小美恢復了健康 生了這場病 才體會到身心靈平衡的重要 病毒雖然很可怕 但是我們有強大的免疫系統 保護自己 也保護身邊的人 您做好防疫措施了嗎 新冠病毒影響整個人類的生活 它的變種速度相當快速 我們不必驚恐 但要做好內外防護 增強身心靈的免疫力 來吧 讓我們相互提醒 一起做好 三步 五多 六絕招 三步 三步 不緊張 不憂慮 不生氣 五多 多洗手 多和溫開水 多歡喜 多運動 與多防範 六絕招 勤勤手 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避免触碰眼睛口鼻 做好呼吸运动 提升肺活量 与维持正向思考 防疫新生活 我们秉持良心与诚实 一起共同努力 希望疫情快快结束 就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透过影片是不是发现 像保持欢喜或者是像不忧虑这种由内而外的方式 更能提升我们的防护力呢 在生活当中 面对民生物品 防疫物资不断的调长 疫情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健康 也造成了全球经济能源的问题 今年 土耳其举办了第25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用来探讨重建更美好的未来为主题 邀请了来自40多个国家 各界领袖人士等等 透过各领域的对话 为彼此的永续未来积极展开合作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和平终身响起 为世人带来光明与希望 太极门清善文化访问团在5月30号到6月10号之间 前往瑞典和土耳其进行文化交流 6月2号到3号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三个组织共同举办 在这场会议当中 有来自多国的青年 NGO领袖和联合国官员发表良心与环境永续的关联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洪道子博士 鼓励所有人应该考量到全地球的共同福祉 当所有的人都能遵循良心的指引 现在所遇到的问题都能迎正而解 只要跳脱自我利益中心取向 与全地球全全类福祉来考量 健康永续繁荣荣的地球就有机会可以实现 在瑞典的Stockholm Plus 50期间 特别举办 祥和庄严的世界之爱和平中民中疑点 共有11位各国部长 联合国官员和NGO领袖民中 让内心的善心与愿行 透过终身天地共鸣 通过我的生活 虽然我不是完美 这些三件事我经常通过在我的生活 知识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for me to have discovered I was even reluctant to come here But it's like somebody This lady over there Kept on pushing me I'm sure It is that spirit Which has brought me here In Costa Rica We say that the mothers of Costa Rica Are the most happy mothers in the plane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ir kids Their son will never go into a war Because there is no army They are very proud 结束了瑞典的行程 亲访团紧接着又前往土耳其 参加第25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由美祥和的孔雀舞 为高峰会揭开序幕 今年的会议以重建更美好的未来为主题 聚焦后疫情时代 以及恶物战争对世界的重大影响 聚集40多国数百位嘉宾 亲访团受邀进行多场文化展演 武术镇鼓舞人们在困境中勇敢前进 刚柔并济的剑舞 为世界带来希望与正义 正气凛然的现代侠客 演绎出武术指歌扬善的精神 青年带来的龙马舞和多首歌曲 让全场跟着振奋起来 精彩奥妙的文化饗宴 蕴含着对爱与和平的祝福 也让现场贵宾感受到欢喜与活力 所有舞术舞人们在困境中勇敢前进行 世界全是一切 我们全是一切的 我们会得到平均 他们不仅仅很美丽 非常好专业 但是也很感激 他们在每个人想到生活 生活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所有人都在法尔巴尔的说明 你的人尊重 生命也不僅自然的 但是每一人 你的眼睛都看著看著 我真的感到感受 從事經濟研究多年 曾經擔任過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組長跟顧問等職務 熱愛經濟研究的我 希望藉由國際經濟環境的研究 提供台湾政府正确的研究分析与建言报告 进而为台湾经济贡献一己之力 然而世界的和平如果不存在 台湾的经济发展也会受阻的 2022年是一个全球疫情严峻 还有乌厄战争造成全球粮食危机 全球面临天灾人祸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刻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受到土耳其Mamara Group Foundation的主席 Dr. Svair的邀请出席了第25届欧亚经贸会议 由于我一直以经济学家自居 加上全球局势紧张以及人心不安之际 于是主动愿意追随师父悲天灾人的精神 一起到土耳其弘扬爱与和平 希望世界的局势因着我们的出现 而注入一股爱与和平的正向能量 进而转动世界的局势 参加欧亚经贸会议期间认识了许多重要的人士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 Mr. Obsessory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团体是在宣扬爱与和平的 我们师兄姐的展演很有能量 让他心生向往 因此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 要求跟展演的师兄姐还有师父大合照 师父也证书给他 他非常的喜悦 激动不已的抱我 一直说谢谢 还有一位波兰的前国防部长跟参议员 His Excellency Bogdan Klisch 主动找师父聊很久 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对于师父所作所为很尊敬 也很向往爱与和平 最后道别的时候 我跟他说 祝福波兰繁荣与和平 他感谢我的祝福 也祝福我们弘扬爱与和平成功 希望更多人能接受我们传达的理念与讯息 每趟出国弘扬 我们都是自费跟花费自己的时间 希望可以宣扬爱与和平的良心文化 分享给世界各国有机缘的人 这是一件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 在土耳其 因为文化的差异 还有英文不是共通的语言之下 加上疫情的考验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低 师父教导我们要心安静 有耐心 尊重不同的文化 以及心存关系 然而 沟通耗时与无效 我的心曾经感到疲惫 发觉自己的能量慢慢减弱 对于要跟别人弘扬 爱与和平这件事情 感到欲振乏力 然而 看到师父年岁已高 为了世界的和平 辛苦奔波 搭乘远程飞机 冒着染疫的危险 长时间没有休息地关心我们 指导我们 我心中突然感到不舍 因为我的师父 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泪 总是给予弟子爱的正向能量 师父适时地过来抱抱我 拍拍我 我也拍拍师父 很感恩师父总是一直给予我们爱的正向能量 所以沟通协调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但因为我心中有爱与心存欢喜 跟饭店还有主办单位的人互动时 总是能让事情顺利地进行 最后 我跟他们都成为好朋友 他们看到我都很开心地招手 跟我合照 甚至要求追踪我的IG 经济学一直在探讨如何将资源最事化 这次师父受邀上台演讲的一段内容 提出解决世界资源如何最事化的解答 演讲的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当良心存在人们的心中 明白善用资源 以照顾世界与世人 这样所发展出的良心经济 才能世代勇响 这也将开启人类永续发展的契机 的确 如果人人心中有良心 那么良心所带动的正向思考下 必定以利益终身为前提 来进行资源分配 以达到世界资源分配的最事化 如此 各国也不会为了资源与利益而发动战争 进而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 如此 世界才能和平地永续发展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 既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也受邀参加高峰会 并发表演说 强调良心经济才能永续发展 当良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明白善用资源 以照顾世人 世界与世人 这样所发出的良心经济才能 世代勇响 这也将开启人类 永续发展的契机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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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号大会闭幕 特别举行世界之爱和平中 明中疑点 邀请七位贵宾民中 祈愿战争止息 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的 一种设计 像你的 我支持 什么你们做 因为 我们再次 平均是最重要的 事给大家 我们不能谈谈 人的利益 除非我们有 平均 我们不能谈谈 文化 文化 任何事关于平衡 我们说到平衡 我们说到生活 这些是重要的 我们有的 为名为平衡 为名为平衡 为名为爱 是非常重要 在一起 我的想法 是一谈论 我们需要一谈论 如果我们有一个谈论 我们可以找到任何问题 良心的指引 为世界带来一股和平安全 永续希望的力量 借由爱与和平的文化交流 推动良心时代运动 来鼓励个人 家庭 社会与国家 发挥良善的力量 只有当世界上充满了爱 当人们开始相互理解合作 世界才能达到和平与稳定 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和平 来翻转失序的环境与社会制度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最后让我们透过和平助导歌 为彼此助导祈福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烟亮星灯 沉浸星灵 为全球生命阻挡 愿上苍脸明明的子民 重归爱的怀方 放下仇恨的无情 人们在虔诚的主导中 听到良心的无关 我的手足的胸脑 红在苦难之中 我为他们期待 愿上苍自如大地 风我不再战争愿意 和平只愿成真 期望之光到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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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